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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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ho 歡迎來到AZO的頻道 我先來講講最近發生一些事情好了 最近真的很多身邊的朋友 開始陸陸續續的推薦我聽一些Podcast 那我來講一下Podcast是什麼好了 它其實是iPod跟Podcast的一個混合字 叫Podcast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廣播的模式 然後它會每一集每一集的錄下來 它有點類似一種發專輯 可是這個專輯它是以一個廣播的形式 那我們以前是聽FM廣播 就是我們可以調到一個 然後就調一個某個頻道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聆聽DJ放的音樂啊 或者是DJ聊的事情 或者是甚至可以call in進去 那到今天網路非常普及 然後每個人都有4G網路 越來越多人開始在它的手機上面聽網路的廣播 漸漸的形成一種Podcast的一個圈子 在很早以前我們是看電視節目 就是電視播給我們什麼 我們就接收我們去看 然後漸漸到了網路電視 像是YouTube Netflix 這樣子一些網路的連續的節目 然後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點選擇 我們想要看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點選進去 其實在Podcast世界也是一樣的 我們以前是聽FM廣播 警察廣播電台啊 之類的那些廣播 那到今天我們開始聽的是一些網路的廣播 網路的Podcast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電視節目之於YouTube FM廣播就是之於Podcast 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樣Podcast感覺很好理解 Podcast呢它有一些好處 例如說我現在在捷運上 那我在聆聽Podcast的時候 別人其實不知道我在聽什麼 對使用者來說 隱密性更強 對於創作者也比較友善 因為它不用像我們現在影片 要上字幕啊 然後還要setting好每一個東西 要擺放整個畫面 然後還有一個camera在前面 可以節省很多很多 凱銷而且可以在很舒適的情況下錄音 就是我今天穿著一個睡衣 或者是不用打扮得很漂亮 不用特地弄頭髮之類的 相較於影片的話 Podcast必須要更多好的條件 去吸引別人來聽 例如說你必須要找一些更誇張的主題 或者是更切生活的主題 你的聲音必須要非常的有磁性 非常好聽 還有一個方面是Podcast現在對於一些法規啊 或者是一些生態鏈上面 一些營利模式上面 它其實還是一個非常幼幼般的一個狀態 你可以在上面聊你想聊的 甚至是一些 比較平常不敢去談的內容 現在Podcast上面其實都還蠻多可以找得到的 就是現在的法規啊 還沒有這麼健全 另外一點是Podcast現在的版權也很難說清楚 例如說我現在在我的Podcast上面放別人的音樂 這樣算不算侵權 然後再加上它的營利模式也比較模糊 像是我在上面要怎麼打我的廣告 那我在每個平台我要怎麼下廣告 所以這幾點其實都是Podcast需要發展的一些地方 這個東西其實它算是一個藍海 非常自由競爭的一個領域 那這樣的話就會有很多的機會 那就是因為 越來越多人推薦我聽Podcast 越來越多人開始做Podcast 像是韋立安他有出韋立安跟林涵聊天 然後還有科技導讀 感官一條通 這幾個都是我很喜歡聽 然後也是我朋友推薦給我聽的 然後也有很多朋友開始錄他們的節目 像是我有個朋友阿超 他是一個歌手 然後也是一個創作人 現在也開始他的Podcast的一個節目 那他的特色就是他裡面的配樂 全部都是他自己創作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真的超強 另外我之前去上海 然後也有交到一個朋友 那他最近也是開始他的Podcast節目 叫做台灣幹嘛 這個節目就是在討論兩岸的一些議題 然後是由他們去評論一些台灣的時事的話題 就聽一下不同的觀點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們會有一些用詞上一些事情 然後有時候其實還蠻好笑的 可以在Spotify上面搜台灣幹嘛 就可以搜得到他的 接下來呢進入正題 就是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Podcast出現 當一個東西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 然後整個生態越來越百花齊放的時候 搜尋的一個工具就會自然而然的 會不會推向時代的腳步上 當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多的網站爆發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搜尋引擎 那其實Podcast也是一樣 現在有這麼多這麼多Podcast 那我們就會需要有一個搜尋引擎 去找到我們想要聽的Podcast 那我今天就要來介紹這個Podcast的搜尋引擎 這個搜尋引擎叫做Lesson Notes 它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 達到我們想要聽到的Podcast 包含中文的節目 首先我們第一 就來欣賞這個網站 OK好我們現在打開Lesson Notes.com OK我們現在進到這個網站了 然後呢可以看到這個網站 它的配色就是黑色跟暗紅色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穩重的一種配色 然後呢這邊有做一些特效 就是移過去的時候它會變一些顏色 那它這邊就有講The Best Podcast Search Engine 介紹它的網站用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一個描述 就是我們這是一個最好的Podcast搜尋引擎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首頁有什麼 首先呢它跟Google很像就是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一個對話框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打說 你要找什麼樣的Podcast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邊它就有推薦一些比較popular的一些Podcast 可以讓我們聽聽看 Podcast的它的一個主要的使用者 基本上都還是以英文語系為大宗 如果你想要練英文的話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管道 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 創設在一個英文的環境 不管你聽不聽得懂 你就是blahblahblah 拼命的放一些英文 然後你可以練你的口語這樣 OK我們繼續往下看 然後有一個可愛的草尼瑪 這是一個草尼瑪的獨角獸嗎 這樣子就是我滑到我的手機 然後我也可以帶著我的耳機聽Podcast 然後我在教話的時候 我在做什麼的時候我也可以聽Podcast 然後我在運動的時候我也可以聽Podcast 這是一個三個應用情境可以非常輕鬆的使用Podcast OK我再看下面 這邊就有說 現在它的這個Podcast 有122萬的Podcast在這上面 然後有這麼多集 多少聆聽的次數 3100多萬的聆聽次數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的繼續成長這樣 那它這邊有寫說 現在right now有276個人 在我這個網站上聽Podcast 約佔了64%的用戶 是來自於美國 主要聆聽還是以美國為主 不過你看可以看得到台灣 還在蠻前面的喔 在台灣聽Podcast還蠻多的 我們現在來使用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找到我們想聽的Podcast 我們先關心我們台灣的這個主題好了 台灣打進去 我們搜尋台灣這個關鍵字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電台 像財報狗啊 雪梨台灣啊 這些都是跟台灣有關的 愛爾文 嗯 它也是有它的YouTube頻道 這邊就有說 關於它的Podcast 然後你可以用哪些東西可以去聽 它已經做了14集的Podcast 來聽聽看我們要怎麼收聽這個Podcast 我們只要點選這個播放 然後它下面就會跳出一個 狀況 今天這一集的Podcast 其實是延續昨天的那一集的 只是說因為我們昨天的時候 錄這個太長的時間 OK 它的收聽這輩子還蠻好的 可以聽得出來 感覺出來是一個非常專業 在用心製作這個Podcast的頻道 那這個網站呢 主要有幾項功能 第一個它提供一個搜尋型 就是我可以搜尋我想要的一個Podcast 然後再來它建立一個Podcast的資料庫 這資料庫就是我今天想要聽什麼 然後我可以直接從它資料庫裡面去找到一些內容 那想必它必須要有一個 爬蟲去爬說現在有哪些Podcast的節目 這樣子 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它可以剪輯 換這一段Podcast內容把它剪下來 然後你可以把它list成一個自己的一個收集 再來呢 我可以儲存我Podcast的清單 就是我可以追蹤一些我喜歡的Podcast 然後我可以追蹤它 可以建立一些lesson later的清單 就是我現在還在聽這個 我等等要想要聽哪些內容 我可以先把它存起來 然後再來呢 是我可以follow一些關鍵字 例如說我follow台灣這個關鍵字 那假設今天有關於台灣的一個Podcast出來的話 我就可以馬上聽 那像在學術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流行趨勢上面還沒有效 然後再來呢 Podcast API 我們所看到的網頁就是給我們的User使用的 那所謂的API就是給程式使用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搜尋引擎 假設我今天我的網站想要使用這個搜尋引擎 或者是我今天是一個開發者我想要做APP 想要使用他們網站的一些功能的話 那我就可以使用這個Podcast API 就是這樣 OK 那大致上就這樣啦 好 接下來講一下他的故事好了 其實我會知道這個網站呢 其實也是因為我有個朋友他推薦了一個Podcast給我聽 興建廣播的一個Podcast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聽聽看 這個Podcast就是在訪問這個lesson notes的這個網站的創立者 很吸引我的是他的主題有提到一人創業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網站其實主要主要就是一個人去創造出來的 就有提到說他怎麼樣去分辨他的時間 怎麼樣去創作這個網站 那他用哪些資源去創作這個網站 這個創立者他有公佈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叫做 The boring technology behind one person internet company 他就是公佈他用了哪些工具 然後把這個網站創作出來 這個創立的故事是他剛開始在一間公司工作 也是跟別人創業 那這個東西其實他是他的一個side project side project就是說 例如說我今天是一個軟體公司 就是我有一個正直的工作 那我做youtube的影片就算是我的一個side project 他不一定要跟你的工作是同一個類型 有點類似畜類旁通的東西 例如說我可以把我工作的知識 然後在我的side project裡面實現 然後我也可以在我side project裡面 例如說怎麼錄製影片怎麼剪輯影片 或者是怎麼樣去表達一件事情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套用在我的工作裡面 其實在矽谷的那種文化圈裡面 他們side project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你想要了解一個人 你可能可以從他的side project裡面 了解到他更多的事情 他為什麼會做這個lesson notes的一個原型 其實是因為這個作者他說 他一天可以聽五個小時的podcast 基本上他就是沉浸在一個podcast的環境裡 就像有些很喜歡音樂的人 他可以一天聽五個小時的音樂 然後他為了要方便他自己去聽一些高質量的podcast 他不想要還要自己去session 所以他就想說我既然有這樣的技術 那我何不來做一個searching engine 然後來搜尋說我想要的podcast是首 所以他就開始這個side project的專案了 後來呢他就歷經了創業的失敗 他就沒有了工作 然後沒有了收入 天無絕人之路 他必須要去找一個案子 是他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所以他就從他的大大小小的 30幾個side project裡面 去抓一個他覺得最有希望 而且成長的人數是最快的 那他就看到了這個lesson notes 他這個lesson notes 每個月有達到十幾萬的pageview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搞不好是可以做起來的一個事情 然後再加上最近podcast的 越來越多人在聽 越來越多的節目 他之後呢他就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去改善他的UI啊一些項目 讓他變得更有競爭力 讓他變得更好用 2017年的時候他就創立了這個 lesson notes的這個公司 他當時是租了一個 wework的辦公室 就是那種sharing辦公室 共享辦公室 他就租在那個地方 然後開始了他這間公司 所謂藝人公司 藝人創業 他就有提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他說當時instagram這間公司 在賣給facebook的時候是10億美金 可是呢當時 他們只有13個工程師 就已經可以打造這個instagram的一個帝國 這個時候還是2012年的時候 13間公司就可以服務 這麼廣大的一個客群 然後被聯書用10億美金去收購 那他就覺得說 現在都已經2020年了 要創造出一個像instagram 這樣這麼大的一個平台 以現在的技術來看的話 肯定少於13人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藝人創立一個網路公司這件事情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現在就在實現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 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 最後來把他 在podcast裡面講的一個概念 做為結尾好了 就是他提到一個叫做 小步快跑的一件事情 就是用很快很短的時間內 去跨一小步 這一小步呢 隨著時間的累積累積 他就會變成一大步 每一天每一天做 然後每一天每一天都會 得到一些靈感 得到一些回饋 這樣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有很巨大的一個改變 好 那今天影片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按喜歡 然後如果你的朋友 也有在聽podcast 但是他不知道去哪裡搜尋 他想聽到的podcast 包含中文的節目 可以推薦他這個 Let's Notes的網站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